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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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糟糕 为什么我说一模一样 第一 土保党在杀老月比乌统在马六甲还强 大家还记得吗 我在提名前我就说乌统可以赢15席最少 最多可以赢到18席 15到18席 我当时的理据是什么 509大选面对全国海啸的冲击 乌统在全国只赢45%的席位 但是在马六甲 乌统赢多少席位 72% 所以你换算他现在竞选20席 70% 那他就可以赢15席了 可以单独执政 所以15席是起点 那我问大家 土保党在杀老月的胜率是多少 大家知道吗 土保党在杀老月的胜率是多少 100% 而且这个100%不是这一届的情况 土保党赢100%的席位已经十几二十年了 根本没有人可以动摇土保党的执政地位 土保党上届大选竞选多少席 35席 35席全胜 而且是狂风扫落叶的姿态 大胜黄胜 所以你说他确实跟马六甲一样的情况 有一支定海神针 而且这支定海神针 可以expect他的成绩会更好 所以跟马六甲是一样的 而且杀老月的情况 比马六甲还要更进一步 因为土保党在杀老月 比乌统在马六甲还强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西蒙都废了 西蒙是废的 跟马六甲一模一样 马六甲周旋 我看都是输的 可是西蒙看着是死路 看着是输 前面就是墙了 而且这边墙不是停住 这边墙是迎着你来要撞你了 西蒙在做什么 他们没有想办法顶墙 我们要团结 这个墙这么重这么大 我们要把所有的资源 都拿来顶墙 我们全部人要一起顶 我问大家西蒙在做什么 西蒙在马六甲就是在内斗 标志的争议 席位的争议 首长人选的争议 各种各样的争议 我讲了很多次 五个争议 我文章也有写 还在那里打 还在那里吵 包死咯 包死咯 敌人都杀住 拿着刀杀过来了 你们自己还在打 这个不是天下最荒谬 最好笑的事情 但很可悲 这么荒谬这么好笑的事情 就发生在西蒙 一个我们支持 我们盼望的联盟 如果是发生在巫统 发生在回教党 我们会在那里吃 popcorn在那里笑 连批评都不会 打在打 这个就叫轻痛愁快 所以为什么西蒙每次做这些丑事 每次做这些烂事 我会这么生气 会这么伤心 就是因为这个字 轻痛愁快 知道吗 所以我一直都说 如果你真的支持西蒙 拜托不要盲目的支持 促使他们永远都不会改变 我们要促使他们改变 而现在在沙劳越 一模一样的情况 这面墙也冲住过来 而且这面墙更大 更重 更强 你们还在这吗 还是在那边打 还是在那边斗 在那边争喜慰 公正党竞选47个喜慰 是很早以前就定下来 大家可以去找新闻 在之前 因为去年的6月 沙劳越的议会就已经到期了 通常周选或者是选举 是不会等到到期才来大选 一定会在到期半年或几个月前或一年前就会要选举 所以选举来 其实已经是在一年 一年半前就已经expected的事情 所以西蒙在沙劳越的议席谈判 已经早就谈好了 大家可以去看 当时已经说公正党竞选47席 现在又来要抢梅里的席位 因为他知道47席他不能胜 所以他们要抢梅里有胜算的席位来上的原因就是这样子 但是我跟你讲 你以为美里你能赢吗 美里给你公正党上死定 给你行动党上也是死 只是没有死的这么难看而已 这次西蒙在沙劳越 是面对比2016年还要惨的情况 2016年当时全国的氛围已经变了 沙劳越还保守 你可以看一下2016年的沙劳越选举 跟2011年的沙劳越选举 西蒙的德 他所获得的席位 是增加还是减少 这边有知道的人吗 获得的席位是增加还是减少 2011年沙劳越周选只有71席 只有71席 你知道他们赢了多少席吗 71席西蒙赢多少席 有知道的独有吗 我不要讲答案 大家自己说 多少席 我数三升了 3 2 1 71席可以赢15席 虽然是很少 连三分一都不足够 但是蛮厉害了 大家可以拿出计算机来算一下 15除71 赢了20%的选区 大家看一下 15乘71是21.12% 赢21%的选区 不到三分一 但是OK 但是2016年 2016年选举席位 多了11席 从71席变成了82席 你知道西蒙赢多少席吗 我也数三升 太激动了 又咳嗽了 我也数三升 大家猜赢多少席 有猜到的人吗 赢7席啊 Josua讲 因为Josua是杀老越人 我现在就算给大家 7除82 赢多少%的席位 少过 不是7席啊 好像我看一下 2016年 10席 10席 我给Josua误导 他们只赢了12%的席位 所以2016年 从2011年走到2016年 西蒙是什么情况 他们输的比率 已经从21.12% 跌到12% 跌了9% 你要知道 当时是全国求变的氛围 全国求变的氛围 但是在沙劳越 没有 当然当时有阿德兰的效应 阿德兰是一个好人 真的很惋惜 他走得很早 但同样的情况 在这次走选 aspect还会发生 因为沙劳越政府 非常的有钱 他们可以打派钱 可以做很多的东西 然后图保党的外扩效应 因为图保党是包赢的 所以他可以放很多资源 去这些华人区 去这些危险的非穆斯林土著区 来强攻这些选区 所以明明已经下滑了 跟全国是跑相仿的方向 全国在上注的时候 你们已经在下滑 现在全国在下了 你aspect沙劳越会反弹 这个不是像数学一样 负负得正 不要痴心妄想 我告诉你会下滑的更严重 然后你们现在还在那里 争席位 已经给了你两年的时间 因为周选在一年半 两年前就应该来了 是因为遇到 这个COVID 周选才一言再言 两年的时间 你们连这最基本的东西 都搞不定 你说你要怎样去赢这个选局 而且不要忘了 现在的公正党 同样的跟马六甲的情况一样 现在的公正党 还是2016年的公正党 现在的行动党 还是2016年的行动党 沙劳越的行动党跟公正党 都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 不只是行动党跟公正党在斗 行动党内部也有问题 公正党内部也有问题 我告诉你 公正党在2016年 赢了三个州议席 那现在公正党 有多少个席位 大家知道吗 零 三个州议席都跳走了 巴鲁比亚跟施智豪 去了PSP 阿利比修去了土团 所以公正党连一个席位都没有 你看在马六甲 公正党也是赢三个席位 但在大选前 他有多少个席位 两个席位 因为一个杰拉尼 他跳去了巫统还是土团 好像是跳去了巫统 我忘记了 反正是跳出去了 那我问你公正党 现在可以赢多少席 而且你要知道 巴鲁比亚是去深耕 前公正党沙劳越州的主席 他真的是去深耕 土著选区 因为他本身是土著 非穆斯林的土著 他真的去深耕这些选区 然后去做了很多东西 好不容易他跟阿利比修 扎根可以赢下 这个以前人家认为 是根本不可能赢的选区 因为人家会讲 你这些选区 他们没有internet 没有什么 然后他们只要给他们一点钱 给他们一点油 帮他们藏屋 做到美美 他们就会把票给你 每个都这样讲 行动党也是这样讲 但是阿利比修 巴鲁比亚这些人 他们真的去推 去做 去把这些讯息传下去 然后做出改变 那我问你 现在行动党 公正党缺少了这些人 他们还怎样去赢西威 所以你只能归缩在华人区 然后你认为华人区 还会给你赢 马六甲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这个不管华人 土著的情况 有行动党 西蒙的支持者 意思是说 华人票没有跌 没有跌 你们不要做梦 华人票至少跌了30% 睁开你的眼睛 看 看一下马六甲的多数票 再看一下 现在的多数票 你拿过大了三马那 80%华人的 当然你公正党 还是赢得很漂亮 但是多数票 跌了多少票 这些跌的票 就是跑掉的华人票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你拿不到马来票 在马来区 已经看得很清楚 所以不要再做梦了 你不要以为 华人选区还能赢 所以公正党 是死路一条 然后死路一条的 公正党还那么硬 还在那里抢 还在那里放高姿态 然后我讲一个 最白痴的事情 安华 作为公主 安华去 是不是应该 弥平行动党 跟公正党的问题 有争议席 大家谈不拢 这个是很常发生的事情 大家都想谈更多的席位 上升更多的席位 你应该私下谈啊 然后我问大家 林郑权 这两天很高调 讲了很多废话 就是公正党 在沙劳月的顾问 林郑权 其实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 也不是议员 也不著名 老实讲 他讲了很多废话 等下我会讲他一些废话 其中就是说 我们宁愿 梅里三席权打 我问大家时间点 林郑权是几时讲这些话的 是安华 在马六甲 投票那天 飞去沙劳月 说要去那边备战 要去建基层 之后回来第二天讲 所以我问大家 安华去 是弥平伤痕 还是家大伤痕 自己思考 所以你应不应该生气安华 安华根本没有做到这个共主 没有做到这个定海神针的功效 反而他好像搞洗棍一样 他去到哪里 哪里就有问题 像他去到马六甲 马六甲就有问题 测换了林秀里 三收跟Rafizzi 打到万十 像他去沙劳月 才去一下子回来 林郑权马上就讲两话了 而且林郑权讲什么 他是用安华的名字来讲的 他说这些话是安华讲的 但是我们知道安华不能讲 所以我帮安华讲出来 林郑权讲的 所以为什么我说要ABA 要换安华 安华一直在帮对方 你们还看不清楚 看不明白 然后我刚才讲完公正党 我们讲行动党 行动党也一样有问题 黄信伟 我不知道我没有讲错他的名字 也退党 也在骂到很严重 行动党本身 也面对很多的问题 因为很多基层党员 很多领袖对党不满 这个是西蒙执政以来 行动党到现在还不愿意承认 也不愿意化解 也不愿意破解的东西 所以他们的华人票要走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然后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我放到等一下才讲 拒绝有党的课题 就是第三个我要讲的 公正党像一坨大便一样 第三个原因 就跟马六甲是一样的 而且更惨的大便 马六甲三席剩两席 在沙劳越是三席剩零席 三个议员都不在了 还不止 还有林郑权这些搞习惯 故意来媒体讲 其实你珍惜 为你跟媒体讲 有鬼用 人民可以帮你争 行动党硬硬硬不要上 你放话全面开打 你在会议里面去跟 张建仁讲 不是更好 你跟我们讲做什么 除了给你们扣分 觉得你们像死 你们还在鬼打鬼 还在内斗之外 有什么正面的效应 但是他们还是这样子做 所以这些人都是最废的 像我说在马六甲 你支持青蛙也好 不支持青蛙也好 你应该在会议里面 潮到翻天覆地 给安华知道 你的底线还是怎么样 如果你最后选择妥协 你妥协了 你出来就不要扮hero 这点是行动党的错 因为他在西蒙那边妥协了 他出来就跟大家说 是另外两党的决定 这个是行动党的错 我之前已经讲过了 他想要扮hero 可是他没有想到 他这样子扮hero 是把裂痕加大 是把这个争议不能弥平 然后是引起有党的不满 易德里斯会不满 妈的你公然扯我的后腿 你说你们可以不投我 然后安华也会不满吗 妈的英雄你做 鬼我们做 所以这个是不对的事情 不应该这样子 集体决策就要集体负责 如果集体决策的机制 已经不在了 你们说我们强烈的反对 可是你们硬硬要接受 那你要割席啊 你要割席啊 割席割席啊 而不是告诉我们 忍辱负重 你忍辱负重 你出来 你又讲不一样的东西 要做hero 这个是废的 不会加分 只会扣分 所以这里也讲了一下 西蒙的问题 同样的 现在林郑权做的事情 是一模一样 你看林郑权讲的 张建仁被迫要公开回应 公开回应 轻痛愁快 这四个字又出来 轻者痛 愁者快 你的支持者就伤心 就生命 你们都要死了 你们还在那里争 就像一个爸爸 已经在病床上了 你的儿子在那边 讲着我要分你的财产 这块地你的 这块我的 你不要跟我争 银行的户口里面 有一百万是我的 你想你爸爸会不会气死 肯定会 同样的道理 人民现在水深火的 然后我们希望你做出改变 人民白旗运动自杀的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 人民很惨了 想要你来改变 你们不躺浑水 不改变 还不用急 现在已经要死路一条了 面对这么强大的敌人 你们还在自己打 你想一下 人民是不是跟那个老爸一样 很想站起来 巴他们两巴掌 全部都不给 我宁愿去做慈善 这就是人民不出来投票的原因 全部都不给 我宁愿 在家看电视 吹冷气 但是这些废党 还不清楚 还不明白 然后林郑权讲的一个 最废的东西 我真的我觉得 他可能是无间道 为什么 你珍惜位 也有一点无间道的意味了 但你可以说是为了党的力 然后他为安华说话 说安华是未来首相 我们不能替换他 我不是因为他支持安华而说 而是他用这个安华是未来首相 我们来支持他这样子的话来 这个根本就是倒米 未来首相 我还未来首富 我还未来AG 未来首富是谁 张健 现在在中国坐牢 你讲未来 未来就是给人笑掉大牙的 安华已经从 PM5变成PM6 变成PM7 PM8 PM9 现在PM10了 巴卡 就是后任 后任不是当上 所以你现在还拿这个未来首相 出来讲 你等于拿大便起来 我自己的脸 跟大家讲 哇大便好香 你看大便多么香 这个叫自取其路 但他却去做这样子的事 所以我讲他可能就是无间道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但我分析可能是 我之前说不是蠢就是贱 现在你看他做的事情 就贱的可能性比较大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公正党相托大便 西蒙相托大便 这个跟马六甲一样的情况 而且程度还更深 你说他们的成绩会不会好 然后下一个问题就是拒绝油党 在马六甲 他们拒绝了Muda 在沙劳越 他们同样也拒绝油党 他们拒绝谁 拒绝了PSP 然后程度他们跟马六甲 做一样的事情 但程度是比马六甲严重的 严重什么 PSP PSP在沙劳越 远远比Muda在马六甲 强上很多 公正党现在零席 PSP是有一员的 有几席我忘记了 好像有四五席 我们也记错的话 除了他自己胜血 除了黄顺格 他们从人连党跳出来的 分裂出来的 还有公正党过去的 所以 你看PSP 他其实他囊括了执政党的支持力量 他也囊括了西蒙的支持力量 行动党有人跳过来 人连党有人跳过来 公正党有人跳过来 然后他跳过来的还不是小人物 巴鲁比安是小人物 黄顺格是小人物 做了好多年 沙劳月的财政部长 我一直说财政部长 比副首相 比副首长还要大power 因为管钱的人 谁管钱谁就有power 同样的你在家 你要说你是不是一家之主 很简单 你有没有管钱 你用钱要不要问过你老婆 如果是你老婆决定 那你的地位就是你老婆比较高 就是这样子 所以财政部长是次相 第二的首相 黄顺格做过州财政部长 所以你看他挤了两边的强人 挤了两边的强人 可是西蒙对待这个党 一刀切 跟对Muda是一模一样的 一刀切 我们一席都不给你 47席西蒙剩下的火箭 然后可能一两席给陈信党 他们进来用对Muda的方式来对PSV 对Muda 你可以看不起Muda 但是我说你看不起Muda 是错的 年轻人是会成长的 会长大的 但是你可以说他没有力量 他没有进卷 但是你对PSV是什么党 他们还搞这样子的东西 打三角战 打三角战 跟PSV打三角战 我跟你说PSV的票可能比西蒙还高 可能比西蒙还高 大家拭目以待 看我今天讲的 会不会成真 所以西蒙真的不要这么愚蠢 应该团结力量去谈 去做 不然最后的结果出来 你的票是最低的 你反而会失去你原来的道德制高点 就像在马六甲周旋 马六甲周旋 你的票比国盟还低 现在国盟在笑你啊 你不要叫我们加入你 你应该解散西蒙来加入我们 因为你们根本拉不到马来票 就是这样子的情况 马维利安说PSV是青蛙党 确实他有很多青蛙跳过来 但公正党是青蛙党吗 你可以说行动党不是 行动党我们respect 国阵拉拢他刚才我讲 拉拢领几项 安华是青蛙 当然你可以有顾虑他是青蛙 他会跳过去还是怎么样 但巴鲁比安呢 巴鲁比安不是你一句青蛙 就可以抹杀掉他的功效 他没有去加入到 国盟那边 我告诉你 巴鲁比安如果那时 他没有拉拢领 他本来参加西莱登政变 然后他发现 他们要跟武统他们合作 他不是继续保马哈迪做 他就拉拢领了 他要回去公正党 公正党不给 所以他去了PSV 巴鲁比安呢 巴鲁比安会跳过去吗 如果当时西莱登政变 巴鲁比安跳过去 我告诉你 他百分之百是部长 肯定拿回他的工程部长 像Jurayda 拿回他的地方政府部长 一样的情况 但是他不要 他宁愿有部长做 他都不要 所以你可能可以怀疑 黄顺葛会跳过去 老实说我也怀疑 之前施志豪过来 上我的直播 翱翔会客室 我也直接问他嘛 你担不担心 黄顺葛会过去 他有他的回答 大家可以去看 但是巴鲁比安他们呢 所以你不要用一句青蛙 就以为可以等同于 马六甲的情况 我告诉你在沙老月的现象 西蒙面对的 困局是比在马六甲 跟马六甲一模一样 但是程度比马六甲还高 所以情况就是这样子 然后最后一点我要讲的 在沙老月州跟马六甲 一模一样的情况是什么 人联党会挨兵出击 人联党讲的话 跟马六甲的马华讲的话 一定是一样的 你们给行动党赢 你在古签行动党的强区 给行动党赢 他能做什么 他就是在议会里面吵罢了 现在政府一定是我们GPS 巫统赶进来吗 不敢 土团赶进来吗 可能赶 但是土团能赢吗 不能 所以PPS是神主杀神 佛主杀国 肯定做政府 所以问题是 你要不要给我们人联党 代表华人去做政府 你看讲的东西跟马华是一样的 但是他比马华更有底气 因为人联党在沙老月 还赢得蛮多的席位的 有七席 我们有记错的话 还赢得蛮多的席位的 所以他更有底气 比马华更有底气 加上你们面对这么多的问题 所以人联党 不要以为华人去 就是你的定存 人联党很可能 可以拿下几个行动党 认为不会输的选取 包括现在公正党在那边玩 也在那边搞习困 所以你看连竞选主轴都一样 政府是赢定的 一定是GPS说政府 你要给我们什么地位 你要给我们变成第二大党 来代表华人 来代表非穆斯林土著 人联党也有非穆斯林土著 的议员也有党员 作为里面的第二大党 还是你要我们变成 第五第六小党 我们只拿到一个 州部长的职位 有你们选择 你看他打这个牌出来 两三层的选票回流 华人票回流 你公正党 行动党 就可以回家夹赛了 虽然你们已经夹了很多赛了 可能你们也不建议夹赛 但这个是事实 所以 很可悲 沙劳月周选 西门可能连10%的席位都赢不到 Mark my work Mark my words 10%的席位都赢不到 除非刚才我说的那些争议 他们悬崖勒马 团结一致 接纳PSP 一起来谈 一起来打 那还有机会 可能可以赢到20%的席位 不然10%拿不到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了 四个讲题 所以我随身团带这一支POMIS 会噴的 就噴一下对眼 让对眼舒缓一下 对眼常常都很不舒服 尤其是拍摄的时候 对着那些很强烈的灯光 或者是好像太阳底下 如果是对眼就会变得很干 很稠 还有总之就很不舒服的感觉 尤其是晚上开车 看到对面的车灯射过来的时候 是更加不舒服的 那它为什么这么好用呢 就是因为它有止痕的作用 还有有消炎 还有有保湿的功效感 感谢观看